告别仪式结束后 来宾按程序依次退查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把遗体推走 肖亚文和欧阳雪迟迟不忍离开 目送着推车向侧门离去 就在推车即将消失的时候 肖亚文突然发现了什么 急叫一声 等一下 这声急迫而真切的女性尖叫 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停下脚步 是刚刚出了告别厅门口的人 也不由自主地回身打量 包括欧阳雪也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肖亚文快步追上推车 把手伸进白筹下面 应该是瑞小丹双脚的位置处摸了一下 果然是空空荡荡 情急之下脱口说了句 小丹不能没穿鞋就走 说着脱下自己的两只皮鞋 放进瑞小丹双脚的位置 这才允许工作人员推走 门口几个回身张望的负责具体事宜的刑警 惊讶的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个个眼神里充满了自责与懊悔 分明在说 怎么没想到这个细节呢 瑞伟风一见肖亚文光着脚出来 当即就明白了 对银川的朋友说 你去开车 带亚文去现场买双鞋 欧阳雪说 你光着脚别跑了 我去给你买鞋 行 你去吧 买三十六码的 我在这儿和瑞叔说几句话 旁边的人知道肖亚文和瑞伟风有话要说 都到休息室去了 瑞伟风往门口台阶的左侧走了几步 台阶下面有一棵大树 树下有一片阴凉 瑞伟风说 待会儿你们不用租车了 坐我们的车回银川 听说你们明天开庭 也真难为你们了 银川到北京的班级 下午六点有一趟 你们到了北京还有点时间 肖亚文直截了当地问 瑞叔 您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小丹的木质 瑞伟风说 如果你承诺丁远英不会来打扰小丹 我安置好了就通知你 我不能 瑞伟风说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小丹是我女儿 是我的掌上明珠 我女儿有机会避险 而没能避险 如果小丹不听丁远英劝阻 那我无话可说 可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是丁远英 连一句担心的话都没说 我甚至都能想象出来 小丹当时的心情 唉 这个情况 我会如实告诉小丹的母亲 我们有权对小丹的目的保密 有权保护我们的感情 不受伤害 通缉犯是四名死罪的武装暴徒 离县城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 任何一个警察都会想明白 如果让这样的武装暴徒进城 会对群众生命安全有多大威胁 锐尾峰说 那是小丹的事 我说的是丁远英 丁远英的话 对小丹有没有影响 有 有多大影响 很大 但他沉默了 我女儿没了 这对一个父亲足够了 他失去的只是一个女人 他还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 可我失去的是女儿 不可替换 不可再生 有为这个 我不能原谅他 也用不着 他拿着一堆高尚 再来看我女儿 肖亚文注视着这个 眼角和唇边 带着深刻皱纹 边边头发已经花白了的老人 那种掩饰不住的痛苦 使他看上去显得更加憔悴 苍老 他完全能理解老人的心情 却不能赞同他的道理 于是拿出一张名片递过去说 您想保密 那是您的权利 如果您改主意了 请告诉我 我想说的是 您根本不了解小丹 而您凭借的 也仅仅是血缘的权利 最后一句话 让瑞伟风愤怒了 本来就悲痛的心情更加堵闷 顿时感觉到头重脚轻 脑子里嗡嗡作响 身上一阵阵的出冷汗 他勉强支撑着像抽支烟 可是拿打火机的手 却不受控制的发抖 打了几下也没打着火 于是把打火机一扔 走了 肖亚文光着脚坐在台阶上 捂着脸哭了 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嗓子里像被什么东西耿住了 连哭声几乎都发不出来 他只觉得瑞小丹短暂的一生 就像一颗美丽的流星划过天际 划出一道七雁绚丽的光芒 转瞬间就消失了 他所能够留住的 只有心里的那道七雁的光芒 1998年8月5日下午2点 中国音响界第一例 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案 在北京正式开庭审理 法院第四审判庭 国徽高选 审判长高座法台正中 审判员分座两边 原告深圳月圣音响游巷公司 由法人代表 总经理赵青 诉讼代表 严锡城 蒋汉陈律师三人出庭 被告 北京阁律师音响游巷公司 由董事长欧阳雪和总经理 萧亚文两人出庭 此案由于媒体的前期炒作 以及商业伦理 音响价格走势 伯爵公司高价收购 败速即跳楼等诸多热点 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法庭旁听区座无虚席 有来自16家新闻媒体派出的记者 有音响业内人士 有社会问题研究机构的人士 也有音响发烧友 庭审情况 由北京星际有线电视台 法律频道 向北京地区进行现场直播 此时 在距离法庭12公里之外的 北京梅林宫饭店 还有一个人 正独自坐在豪华套房的客厅里 通过有线电视 关注着庭审进展 这个人 就是此案的核心人物 林雨峰 他坐在宽大舒适的沙发里 面前的茶几上 摆着一瓶冰镇的可口可乐 一包香烟 和一个玻璃烟灰缸 他静静地看着电视里 庭审的场面 庞厅区的座物虚席 和诸多新闻媒体的参与 让他感到宽慰 他对诉讼结果 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他所期待的是真相大白 是通过庭审 把幕后的丁元英 推到媒体评论的前台 法庭里唯一让他感到不舒服的 是坐在被告席上的 仅仅是两个二十多岁的女子 格律师公司连个律师都没请 这其中既有人数 性别 年龄 专业的不对称 又有强弩之末 与四两拨千斤的不对称 这使月圣公司的阵容 继承了两个女子的陪衬 又受到了丁元英的轻视 电视里 法庭调查阶段正在进行 原告代理人蒋汉陈律师正在发言 被告以违反劳动法 环境保护法 和禁止使用同工的相关规定为手段 获得产品低于正常的生产成本 以伪造商品产地的方式 对商品质量 做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从产品的生产阶段 就已经存在不正当竞争 那么 延续到市场的 也必然是不正当竞争 被告以低于成本价 销售以月圣旗舰套件为主要组件的 格律师音箱 势必会使不明真相的消费者 误以为月圣公司的产品暴力 以至于产生反感和排斥 致使月圣不再是 最受发烧有信赖的品牌 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已经造成月圣公司 生产销售系统全面陷入瘫痪 严重损害了月圣公司的 经济利益和品牌形象 必须依法承担侵害责任 接着 蒋律师向法庭出示证据 蒋律师出示的证据里 除了音箱生产厂家 音箱制造行业专家 音箱行业协会 技术检测部门分别出具的 23份成本评价意见书 和一份由月圣公司计算的 格律师音箱最低成本综合评估报告 更重要的证据 是原本由被告提出的证据 一份是1996年10月26日的 格律师公司预北股东扩大会议记录 一份是1997年3月7日的 格律师音箱有项公司 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 还有一张古城王庙村个体工商户 音箱机架生产过程录像光盘 蒋律师经过审判长的准许 当庭播放了农民生产过程录像 然后发言说 为了说明事实真相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位 表面上似乎与本案无关的重要人物 那就是格律师公司和王庙村生产基地的总策划人 丁元英 我们钦佩丁先生和格律师公司扶贫的善举 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这种生产方式 没有土地厂房的投资 没有安全保护环境污染 和各种社会保险的成本 没有休假 没有福利 没有老人和孩子的概念 这种所谓的扶贫 就是让我们农民兄弟 不惜牺牲家园和健康 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 廉价出卖劳动力 以换取格律师 得以实施不正当竞争的本钱 这无疑于奴隶式的剥削榨取 这种成本 对于法治和文明的工业化生产 根本没有可比性 法庭现场是两台摄像机同时拍摄 镜头不断地转换变化 李宇峰一边专注地看着蒋律师发言 一边更加专注地观察 记者和旁听群众的表情变化 蒋律师的发言情绪激愤 措辞严厉 当蒋律师提到 总策划人丁元英的时候 记者和旁听群众 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 诧异和探究的表情 根据法庭调查顺序 下面将由被告方 格律师公司的当事人阐述观点 肖亚文毕竟是警官大学刑侦系毕业 而又有一些社会阅历的女人 心理素质稳定 她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应诉提纲 认定地发言道 审判长 各位法官 刚才原告代理律师 已经向法庭陈述了事件经过 我就不再重复了 在此 我向法庭陈述如下几点意见 一 凡是商业竞争 都具有排他性 因此 我对本公司 合法竞争的排他性 不做辩解 二 原告诉称 我方伪造商品产地的说法 没有事实根据 如果从王妙村订购相提 就算商品产地 那么月圣旗舰套 占格律师音箱的63%的成本 其音箱产地 就可以标识深圳吗 没有法律根据 三 王妙村个体工商户 与格律师公司是否存在隶属关系 不是由哪个人口头认定的 是要以事实为根据 事实上 两者之间的关系 完全是独立法人之间的债务债权关系 是市场经济的商务互动关系 接着 肖亚文向法庭出示了如下证据 北京格律师公司音箱喇叭 箱体 接线柱 标牌 包装箱 等音箱组件 进货发票 北京格律师音箱成本明细表 1996年10月26日的 格律师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 1997年3月7日的格律师音箱有项公司 关于公司宗旨的决议 古城王妙存与北京格律师公司音箱相体的订购合同 古城王妙存个体工商户音响机架生产过程录像 古城王妙存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 个体工商户证词 古城王妙存个体工商户成本核算表 生产成本原始记录等等 原告和被告双方经过法庭陈述和出示证据之后 法庭调查的焦点很快清晰了 诉讼双方都清楚 事实不一定胜于雄变 事实得益于雄变 法院追求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 但是追求与实际之间 本身就存在距离 法院通过证据最终认定的是法律真实 审判长说 原告之所以诉称被告伪造商品产地 及王妙存个体工商户与格律师公司是隶属关系 其证据作用是为了证明被告在产品生产阶段 就已经存在了不正当竞争 现在本案的焦点问题是 一 王妙存个体工商户与格律师公司是否存在隶属关系 二 王妙存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方式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请双方就这两个焦点问题提出证据和辩论意见 肖亚文说 审判长 我请求法庭准许我方的证人出庭作证 审判长回答 准许 于是 王妙存个体工商户四个证人进入法庭证人系 这四个人分别是 记录1996年格律师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的 王妙存小学教师赵立静 王妙存基督教教会包装厂王曼 王妙存板材加工厂李铁军 王妙存七面加工厂吴志明 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或许由于紧张 或许是法庭的空调在这么多人的屋子里 已经不足以达到制冷降温的效果 他们的脸上都浸出了细小的汗珠 电视台趁法庭对证人进行身份确认 和证人义务法律责任提示的例行程序空档 不失时机地插破了一段商业广告 令人养花缭乱的广告 取代了王妙存证人的画面 广告一个接一个 好像没完没了似的 林雨峰也趁电视插包广告之际 喝了一口饮料 点上一支烟 身体靠在沙发上稍事休息 广告之后 画面切换到法庭 来自古城王妙存的四个证人 逐一当庭作证 第一个作证的是王妙存小学教师赵立静 他说 我是教师 对村里的生产情况不是太了解 我只证明 1996年那份格律师公司 预备股东扩大会议的记录 是我亲手写的 当时他们在会上说什么 我就记什么 后来 每个开会的人都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名字 奖律师问 为什么要做这个会议记录 赵立静回答 我不知道 可能丁哥的意思是留个凭证 证明大家当时都同意了他提的那个干法 避免以后有人埋怨 事后埋怨这种事 在农村不稀罕 第二个作证的是王妙存板材加工厂李铁军 他说 欧阳找俺几个来北京当证人 让俺告诉法院说 俺和格律师是啥关系 俺想来想去也不知道咋说 你要说没关系吧 那公司借给俺钱买设备买生产材料 你要说有关系吧 可俺跟公司就没搭过边啊 公司啊只跟包装户签合同 包装户才跟俺签合同 俺只和打磨户签合同 俺从包装户接订单和订金 自己买板子下料再卖给打磨户 打磨户把逆子打磨好了就卖给七面加工户 七面加工户抛光好了就卖给包装户 就是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做下去卖下去 全都是现金交易 李铁军的政言听着像一段绕口令 许多人听着都忍不住笑了 第三个作证的是王庙村基督教教会包装厂王曼 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 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她先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这才说 我向主启示 我说的都是实话 王庙村的包装户就是基督教会 要说公司跟包装户有啥关系 除了公司借给包装户收购产品的资金之外 就是和公司签订合同的关系 教会基本上都是妇女挣个包装费 蒋律师问 什么产品 产品和包装上 有没有你们的生产标识 还有 价格是谁定的 王曼回答 最开始的时候没啥价格 干完以后一核算就有价格了 时间一长价格就越来越清楚了 产品不一定 有机柜板子 有音箱的空箱子 合同订啥 俺就做啥 商标没有 这咱这又不是成型的东西 都是按合同做的半成品零件 其实说白了 就是公司帮助王妙村的农民建了一个生产体系 公司想要把钱收回来就必须得给农户订单 农户也知道这个道理 你把价格抬上去了 公司的产品卖不出去 那农户也撑不到钱 蒋律师冷不丁地问道 公司给你们开多少钱工资 王曼被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问得愣了一下 纳闷地回答 啊 没让给开工资啊 农户挣的都是利润的钱 干不好的有时候还赔钱 萧亚文立刻向审判长说 抗议 原告律师是在诱导证人 审判长说 抗议有效 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 蒋律师马上歉意地说 好的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第四个作证的 是王妙村七面加工厂吴志明 他说 他们几个把该说的都说了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 再说也还是那些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凭良心说 俺王妙村的农民都不想让公司输官司 再咋说人家公司也是扶贫 公司垮了 俺就没订单 俺还欠着一屁股债 债可咋办呢 俺也不想坑了公司 人总得有点良心吧 蒋律师问 公司不管你们 谁来控制成本质量 谁来监督劳动效率 监督啥呀 那不是给人打工 那是自己的生意 你想偷懒想浪费随便 一道一道工序都是连本带利的现金交易 出了问题你卖不出去就算窝手里了 一赔就是连本带利的赔 关别人傻事 谁也不会去做这个冤大头 蒋律师说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的这种生产方式 违反了劳动法 环境保护法 和禁止适用同工的规定 是违法行为 你们很苦 包括你们的孩子和老人 你们有权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 有权要求合理的劳动报酬 你们不是奴隶 吴志明一听就生气了 说 你这人咋说话呢 农民种地算不算生产 农村哪家的孩子不到地里干活 我咋从来没有见人管过 那就不是使用同工了 都别说那好听的 俺村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 能有个活干就不错了 城里咋了 到城里就能跟城里人一样了 还不是照样干最脏最苦的活 到头来连工钱都不给 还不如俺现在这样呢 俺就信丁哥说的那句话 别太把自己当人了 吃人家吃不了的苦 受人家受不了的罪 做人家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 除了这 再说啥都是假的 蒋律师问 那么 你们是只接受 格律师公司的订单 还是其他订单都接受 如果月圣公司 或者其他公司 向你们订购相提 你们能接受吗 那俺巴不得呢 只要是俺能做的 俺都接 越多越好 丁哥从一开始 就跟俺说这个道理 俺也是为了将来 能多接活这才拼命的 要不然图啥 蒋律师早在开庭之前 就已经把格律师的证据 研究得惊透 此时明知向证人 问不出什么结果 但是还得这样问 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 证人作证之后退席 庭审继续进行 审判长问 诉讼双方除了现有的证据 还有没有新的举证 蒋律师说 哎 审判长 我有问题 需要向原告当事人 欧阳雪提问 审判长回答 准许 蒋律师说 好的 谢谢 我在向欧阳雪小姐提问之前 先向法庭读两段 1996年 革律师公司预备股东扩大会议记录 先把一个基本事实确定下来 这两段记录是 第一段记录 欧阳雪发言 他说 我参加这个事就三个原因 一是大伙请大哥凑持这事 我相信大哥 二是 这事有扶贫的性质 是积德的事 三是 我出的那些钱 是我能赔得起的数 我出一百万 但是有个条件 公司的大事 咱们可以商量 但日常管理我做不了 一时不懂 二时没时间 如果大家同意我这个条件 我就算上一个 第二段记录 是丁月英发言 他说 从现在起 格律师预备公司就存在了 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 一是明年三月注册公司 申请音箱专利 二是明年六月 要发到欧洲十套 顶尖级工艺的音箱 和配套的机柜 音箱脚架 这两个硬指标 不存在争取尽量 这些弹性词 而是必须 围绕着这两个硬指标 你们该准备专利资料的准备资料 该向农户下订单的下订单 农户这边有三个硬指标 明年三月 必须注册个体工商户 明年四月 必须完成发往欧洲的产品 明年六月 必须得有批量的产品 进入北京市场 为此 农户添置设备 传授技术 该干什么干什么 马上就要入冬了 这个冬天是不要命的冬天 读完两段会议记录 蒋律师提问道 欧阳小姐 革律师公司在你加入之前的酝酿阶段 就已经确定了扶贫的性质 包括已经确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 用你的话说就是 大哥操作这事 你作为革律师公司 百分之五十一股份的控股股东 一不懂技术 二不懂管理 三没有时间 我请问 你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 来履行董事长职责的 另外 丁元英在会议上说 我向公司谈两个硬指标 这两个硬指标不存在争取尽量这些弹性词 而是必须 他还说 农户这边也有三个硬指标 农户必须如何如何 显然呢 丁元英不是在和谁协商 而是在下达命令 那么我再请问 股东和农户 有没有可能违抗丁元英的命令 公司和农户在丁元英手里 是不是一盘棋 欧阳雪答道 第一个问题 公司有大事 我会找大哥帮我拿个主意 就是丁元英 第二个问题 股东和农户不可能违抗命令 因为他们是请大哥帮忙的 是他们给了丁元英命令的权利 包括我 你请人家帮忙 就要听人家的 不然就别请 我感觉 公司和农户在丁元英手里是一盘棋 他既得考虑农户的前途 也得考虑公司的前途 农户如果只是打工的 就没有长远前途 也就没有做一番事业靠市场生存的积极性 公司的产品如果完全被农户控制 公司就不安全 公司必须得保持一种靠市场也能订购配件的选择 所以 丁元英让农户和公司既从产权上独立 又在市场上联系 不然只会越扶越贫 还得把公司给搭进去 蒋律师说 刚才农户说到 到城里干活连工钱都不给 还不如这样 我们不否认社会上有这种现象 但这并不表示 因为比更违法 而是此就合法 客观存在与法律允许是两个概念 社会上违法犯罪每天都在发生 但这并不等于因为存在就可以允许存在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 农民兄弟缺乏对复杂事物核心规律的判断 以及自我维权意识 我们可以理解 也感到非常痛心 如果没有格律师公司的组织策划和资金支持 就没有王妙村这些专门针对格律师公司产品生产的个体工商户 如果没有格律师公司的订单 这些个体工商户就无法生存 格律师公司实际上就是以市场经济的方式 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 因为农户没有选择 本质上还是隶属关系 肖亚文反驳道 市场经济的依存关系 不等于资产权利的隶属关系 如果对方律师认为两者属性等同 请你拿出法律依据 扶贫不是给予 不是慈善 是向农民输入一种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 建立市场经济的生存方式 丁元英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才从产权的根本上让农户独立的 王妙村穷是客观条件 过去几十年输血式的扶贫 为什么越扶越贫 就是因为农民在等救世主 丁先生用产权独立的方式告诉农户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能靠农民自己 转变了观念的农户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正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 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蒋律师不假思索地说 反对 过去是给党干 现在是给自己干 萧亚文立刻对审判长说 反对 审判长 我认为原告代理律师 不可以把党的利益 与贫困农民的利益相对立 审判长立刻说 反对有效 法庭提请原告律师 注意自己的言辞 蒋律师懊悔自己犯了一个不高明的错误 只得再次歉意地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口误 口误 我收回刚才那句话 原告律师出于推定格律师公司不正当的竞争需要 而无视事实主观 认定公司与农户是隶属关系 这已经背离了 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原则 如果原告认为 王妙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方式 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第一 要拿出法律依据 第二 明确起诉对象 蒋律师说 贵公司从1997年拿到月胜旗舰套件 到1998年一直在生产 却没有一对音箱进入市场 全部集中在音响博览会一次性低价出售 其用心路人皆知 贵公司把低成本的好处过滤走了 把不是人的境遇和违法的麻烦留给了农民 这就是贵公司所谓的扶贫 可悲的是 贵公司拿到了好处 却连成人的勇气都没有 本公司无意招式扶贫的意图 原告律师指责本公司是剥削诈取 那么请你告诉我 什么才是真正的扶贫 我向你忏悔 向你学习 什么才是真正的扶贫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蒋律师给问住了 阎西成身为深圳明华律师事务所所长 也是事务所的首席律师 在此案最初的诉讼计划里 他本来没有参加 只是案情发生逆转之后 他才决定介入这个案子 从开庭到现在 他一直没有发言 冷静观察分析庭审变化 他注意到 肖亚文一直紧紧抓住 法律依据这个法律空白的法宝 如此无休止地争辩下去 将对原告的主张越来越不利 反而会成了 格律师扶贫善举的义务宣传员 庭审进行到这个程度 他觉得是该他说话的时候了 他向郑寓开口的蒋律师 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 从容地站起来说 审判长 各位法官 坦率说 我作为一名律师 从接到这个案子开始 就没改对胜诉抱有幻想 首先是因为法律的空白 中国的法律 还没有哪项条款 能触及到生产阶段的不正当竞争 其次是因为起诉对象的空白 真正的被告 应该是格律师事件的幕后策划人 丁元英先生 而我们这位丁先生 恰恰不具备诉讼主体的条件 所以我们无法从法律真实的角度 去证明王庙村农户 与格律师公司的隶属关系 即使证明了隶属关系 也没有法律依据 证明不正当竞争 严律师的话 引起了旁听区的一阵骚动 有人相互低声议论 有人嘴里不自觉地发出嘖嘖的叹息声 记者们的照相机 纷纷对准肖亚文 噼里啪啦的一阵乱拍 似乎审判已经有结论了 肖亚文作为可能胜诉的被告当事人 无疑代表了太多的法律道义 欲说不能的思考 骚动过后 法庭又恢复了平静 严律师继续发言道 我们钦佩丁先生扶贫的慈悲 我们也看到了 丁先生是怎样怀着一颗慈悲的心 去利用法律空白 从穷人身上 获取能量 蒸发诉讼主体 过滤法律和社会的责任 丁先生的意图非常明确 就是逼迫月圣公司屈从 获取月圣的套件和销售网络 以及王妙村的箱体和生产基地 月圣公司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是依托现有的格局 与格律师合作 从记得利益里分出一块蛋糕 给王妙村 没有选择 只能屈从 丁先生给王妙村发了一回善心 就从月圣公司割掉箱体生产 给王妙村 就分享别人的销售网络 月圣公司的直接损失 就是六百万 这叫什么 这叫杀父济贫 强盗能抢多少 抢完了得杀头坐牢 丁先生心怀的慈悲 比赤裸裸的强盗更恶劣 肖亚文气愤地站起来说 抗议 这是恶意贬损他人名誉 且与本案无关 审判长看了看严律师 语调复杂地说 抗议有效 请原告代理律师注意言辞 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内容 严律师答道 好的 我改正 在hi-fi音响市场 月圣是为数不多的 能与洋货抗争的民族品牌 就这么被同胞兄弟 从背后捅了一刀 葛律师事件 并不在于他自身 有多少能量 而在于他引爆了能量 在于他修改了竞争规则 一旦这种行为 被法律和社会默许 那就无疑向社会 传递了一个信息 我可以这样竞争 各行各业 凡是适合这种 生产方式的产品 都会卷入这种恶性竞争 我们看到的 将是一副这样的画面 一边是洋人 对中国的产品实施反倾销 一边是国人 在自己的窝里恶斗 肖亚文起身反驳道 反对 这是用泛民主义 取代法律 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 对本案进行庭审 而不是依据本案 去评判法律 一直保持沉默的 月圣公司总经理赵青 终于开口了 他站起来说 肖小姐 市场价格竞争的法则 就是有人叫牌 你就得跟着下注 没有选择 资本往成本低的地方流动 是经济规律 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往贫穷国家迁移 就是因为廉价劳动力 如果法庭的判决 证明我们对法律和道义有误解 哼 我向你们忏悔 向你们学习 看到这里 林宇峰心里默默自语了一句 够了 随即拿起遥控器 关掉电视 当着法庭的众多媒体 蒋律师 严所长和赵青的发言 先后把丁元英的面目 揭露无遗 已经达到了诉讼的预定目的 而且为争取胜诉 做了最大可能的努力 他同意肖亚文的观点 法庭现在是依据法律 对本案做出庭审 而不是依据本案去评判法律 格律师公司胜诉 是响而易见的 那是丁元英锁定的东西 判决后即将出现的媒体评价 也是响而易见的 那是他林宇峰锁定的东西 但是这些已经成了既定事实的结果 对他已经不重要了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退掉客房 去郑天集团 向韩楚风打听丁元英的住址 林宇峰要见识见识 这位不曾谋面的对手 彼此做个了断 炎热的夏天 太阳像烧红的火球一般烤着大地 林宇峰一出梅林宫饭店 就感到蒸腾的热浪席卷而来 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 像被烤裂一般隐隐作痛 他打开车门 汽车座椅被晒得滚烫 汽车里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混合气味 他上车先打开空调 然后开车上了大路 林宇峰沉静地开着车 脑子里还在萦绕着停审的场面 心中有一种解脱的轻松感 汽车行驶了三十多分钟 来到正天集团总部大楼 镶嵌在总部大楼正面的正天集团四个巨大的金字 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耀眼的金光 大楼前面的广场上 有稀稀落落的行人 几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再来回巡视 林宇峰左右观察了一下 在大厦旁边找个地方停车 进入正天集团总部大厦 里面的清凉与外面的炎热 恍若两个世界 林宇峰在一楼大厅的平面索引图上 得知总裁办公室在三楼 于是直接乘电梯到了三楼 整个楼层静悄悄的 门上的标牌显示着 会议室 会客室 办公室等等 他来到总裁办公室门前 第一道门是开着的 这是一套宽大的 封为内外两间的办公室 外面是秘书办公的地方 一位身穿职业套装的女子 正在操作电脑 一看便知是总裁办公室秘书 秘书见有人进来 停下手里的工作 起身礼貌地问 先生 有事吗 林宇峰说 我要见韩楚风先生 秘书歉意地说 对不起 韩总正在开会 林宇峰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请你通报一下 就说月圣公司的林宇峰求见 只要你告诉他林宇峰这个名字 他一定会见我的 当然得到什么 并且等到我 我设计的 怀